好 下面来梳理一下 征税暂停条例规定的免税项目 那么免税呢 背后都是有故事的啊 就他为什么免税呢 是他考虑到比如说民生问题 考虑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减轻大家负担的问题 所以他给予减免税 因为征税呢本身是加外税嘛 他可以进行转价的 对吗 你要这个税更高呢 你要征我的税呢 我就转价给这个购买者 那老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呢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 他为什么给予减免税啊 第一个是农业生产者销售的 自产农产品 它的关键词 第一你必须是农业生产者 你普通的不行啊 什么阿道贩子这不行啊 批发零售的对吧 当然批发零售的 在某些这个产品里面可以免税啊 但是如果你单纯是批发零售 普通的这种农产品呢 他不给免税啊 所以他第一个是农业生产者 第二是必须是自产的啊 什么叫自产的呀 就是我的地 我的大盆 对吧 我自己种出来的农产品啊 那么自产农产品呢 也是包括种植业 养植业啊 种植业一般是植物 养植业呢 一般是动物 对吧 林业木业水产业啊 然后是各种动植物的初级产品啊 什么叫初级产品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洗干净 但是千万不要煮熟了 煮熟了就不行 对吧 所以这叫做初级产品啊 好第二个呢 我们在实战工作里面有种叫做公司加农妇的模式啊 什么叫公司加农妇呢 就是公司给你出种苗啊 给你出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性的东西 然后具体的啊养植呢 是农妇在养植 这个呢 其实是一种扶贫的模式 所以这种扶贫模式呢 对国家是有利的 所以国家就决定 对公司加农妇模式啊 对于这个公司 公司从农妇这里把这个农产品收回来 然后带进行销售啊 这种续情 这个也认定 是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 可以免征证证税 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扶贫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村里面啊 的确啊 有些地方还是非常贫瘠的 对吧 谁这么的模式呢 对国家有利给予免税啊 好 第三个 你把农产品买进来 然后再对外销售 就销售外购的农产品 以及外购农产品以后 你进一步的生产加工 虽然说进一步生产加工以后 这个那来属于规定范围的农产品 但是这个只能享受低税率 低税率就前面讲的 对吧 9%的低税率 这个可以 但是它不属于免税的范围 这个比较残见呢 是一些这个农产品的这个 这个进入加工的这种企业 以及包括一些这个超市 对吧 它收过来以后 它简单的 对吧 再处理一下 然后它在外卖的时候 原则上它就不是免税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外购的 不是自产的 对吧 所以它关键词是农业生产者 自产农产品 这是它的关键词 好 第二个呢 是避孕药品和用具 因为目前 我们国家那来执行的是计划生育 所以这个呢 是跟计划生育有关系 第三个呢 是古旧图书 这个指的是 向盛货收购的古书和旧书 那么这个呢 就存在二次利用的问题 那么国家也鼓励 你去二次利用 对吧 这样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同时呢 这种古旧图书 特别是一些旧书 那么这个呢 对于那些收入相对比较少的 同学来说也是一种 这种照顾 对吧 好 第四个呢 是直接用于科学研究 科学试炼和教学的进口的仪器设备 一般来说 这些仪器设备啊 很多是一些事业单位 那么事业单位呢 是国家财政拨款 对吧 所以如果说这个呢 你赚它的税 它好用会转价呀 对吧 它一看 我要进口这个东西 双手就往国家要 对吧 所以当时国家一看的话 哎呀反正都是我出钱 对吧 因为税收是国家收嘛 然后国家呢运营嘛 来花这个钱嘛 对吧 这边在收你的税 这边呢 要我 要我来出这个钱 对吧 就干脆吧 这个就免吧 对吧 再免下来了以后呢 又不争 不争以后又不用问 不用问我要钱了 对吧 因为税收这个问题 国家在控制嘛 对吧 所以这个一期设备呢 我们就给它免税啊 好 第五个呢 是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传严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比如说我们301疫情基建 这个国际组织 还有些外国政府 对吧 给了我们援助 这个呢 在进口环节是免赠税的 好 第六个 由残疾能的组织 它直接进口的 供残疾能专用的物品 因为残疾能呢 是社会落实群体 对吧 他们也是收入比较少 对吧 甚至来说很多是 享受这个低保啊 无保护啊 像这种的待遇 对吧 所以个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呢 就把这个税给他免掉 因为免了这个税以后 你想啊 这个正常物品是13%的税啊 对吧 比如说是1万块钱 1万块钱 你要征税的话 就1.13啊 你要不征税呢 就是1万啊 对吧 所以中间少1300的这个负担啊 所以这个呢 其实这就是耐力于迷了 对吧 耐力于迁 给残进来了 是这个意思啊 好 第七个呢 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但这条呢 目前限定于其他个人啊 其他个人去自然的 其他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啊 比如使用过的手机 使用过的笔本电脑 我们在卖的时候呢 是免征税的啊 好 接下来呢 是银改正的时候 我们出台的一些啊 免征征税的优惠 以及包括我们自己的录制去 出台的一些文件啊 那么这个呢 为翻翻遍大家理解呢 我们按照它的特点 或者类别呢 给它封了一下类 第一个呢 是跟民生有关系的 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 对吧 比如说 通安所 幼儿园 他提供的保育服务和教育服务 这个免征税 啊 这简直这个学龄前这个孩子 入托的问题 对吧 其实这个负担的确有点重啊 你看像北京 轻轻松松一个这个幼儿园 对吧 他一个一个月啊 一个月就收几千万钱费用 对吧 所以把这个免税呢 就可以降低家长的负担啊 但是请注意啊 他只针对啊 你经过批准的公式的这个服务标准啊 给予免征税 你超过规定的收费标准的收费啊 还有包括什么实验班啊 特赦班啊 兴趣班啊 对吧 那么这些啊 为理由 另外收取费用 以及跟路员挂钩的各种赞助费 资教费都是不属于免税的啊 这个如果大家有有这个小孩子 对吧 上幼儿园 你就应该明白啊 因为现在这个幼儿园这个资源教育啊 还是非常紧张的 对吧 所以这些是不免税的 但是正常公式的规定标准以内的保育 教育费是免税的啊 第二个呢 是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 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的是小的问题 对吧 第二个解决的是老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老一小两个问题 啊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 按照规定标准啊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老龄化社会 啊 老龄化社会其实就指的六十岁以上的嘛 对吧 就退休到这些老童子嘛 对吧 哎 然后现在大家都是主人之女 对吧 啊 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吧 对吧 所以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免税 只要免税以后呢 这些 呃老人的负担就轻益一些 对吧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增我的税呢 我就转嫁给他购买者身上 对吧 你要免我的税呢 我只能按照收费标准就可以建起来啊 好 第三个呢 是残疾能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 这个又是跟这个残疾能 跟这个社会福利有关系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一块很多时候跟这个民政有关系 啊 就民政局他在管车探社 对吧 一老一小啊 残疾能 对吧 第四个呢 是婚姻介绍啊 就婚介绍 对吧 哎 真的是为了大家 为了大家能结婚能生孩子 对吧 国家真是超税了些 对吧 但就这样呢 大家还是不结婚不生孩啊 这个国家也挺着急的啊 还有病战服务 对吧 所以这里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生老病死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国家给他免税啊 好 第六个呢 是残疾能源 本能 就是个人啊 为社会提供的服务 比如曾经在这个猪快考题里面出现过啊 啊 所以一个残疾能呢 呃 这个提供这个停车产服务 对吧 是他本能提供啊 那么这个来说该怎么征税 那直接上这条 对吧 残疾能本能给社会提供服务 就是免征税的啊 好 接下来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从2012年1月1号开始 对于蔬菜的批发零售环节啊 这个那时候呢 他销售的蔬菜免征税啊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前面免农产品呢 主要是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 可以免税 对吧 哎 但是他那个国家免了 但是一般来说很少农业生产者 直接把东西卖给人家 对吧 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中间山 扼到贩子卖给大家 对吧 那么这些批发零售的呢 哎 他们如果征税呢 一样是减轻不了老百姓负担 你看像我们北京 我们北京是不允许这个农民个人 私底下挑的菜啊 到这个餐散去卖的 对吧 一般我们都在什么新发地啊 对吧 哎 然后人家批到以后呢 然后就在超市里面卖 对吧 所以如果不把批发零售这个环节 打通掉了 这个减免税的这个优惠呢 就没有办法直接到达老百姓身上啊 所以我们这里就想了一下 把批发零售这个环节也给你打通啊 但是目前呢 它仅限于是蔬菜啊 其实它范围还更广哈 但按照教材来说 我们主要是蔬菜 对吧 注意了 经过挑选 清洗 切分 晾散 包装脱水 冷藏冷冻 这些工具加工的蔬菜 那呢 属于散述的免税蔬菜啊 因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改变那个蔬菜的性质 对吧 它只是给你洗干净啊 给你包装一下啊 但是只要做成了罐头 就不属于免税了 对吧 这个类似的 我们在前面讲低税率的时候 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点 对吧 只要做成罐头了 它就不能抢出相关的用会 对吧 如果它是最原始的 对吧 包装一下 对吧 套个塑料袋啊 或者外包装 那那呢 属于是我们这里可以享受 减免税的蔬菜啊 好 接下来 从19年6月1号开始 然后一直到2025年12月37号 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 家政等服务的机构 它给社区提供养老托育 家政服务呢 取得收入呢 免增值税 这个也是解决养老问题 对吧 老老人家的问题 小孩子的问题 还有家政服务的问题 对吧 这个特别是在这种比较大的城市上 就全国 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列到前100位 对吧 前100位 这个最重要的城市 这些服务 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对 特别是像北京 北京像这种市区养老啊 家政啊 对吧 特别是到这个结家乐的时候 对吧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就很紧张 所以这块呢 就跟他免 对吧 那免了以后呢 也是 直接就会体现在 接受服务的这些老百姓生产 对吧 他们就会感觉到 这个他们 要支付的这个负担 就更轻一些了 好 接下来的免税呢 跟科教文位有关系 啊 我们看一下啊 从18年1月1号 到2023年12月13日号啊 为什么把时间点给列清楚呢 我们很多的优惠啊 国家从调控的角度来说 可能这个优惠呢 给的是一年 或者两年 或者三年 或者五年 就他是有周期的 然后五年到期以后呢 我们再来评估一下 这个政策要不要继续延续啊 所以他有的文件呢 他是有时间限制的 对吧 好 18年1月1号到13年 2023年12月13日号 对科普单位 他取得的门票收入啊 比如说什么科技馆啊 科普单位 对吧 以及县级 及县以上 党政部门 还有科学 开展的科普活动 门票收入免征税啊 这个其实是提高 全民的科普知识啊 好 第二个 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啊 这个主要是什么 职业高中啊 啊 还有什么职业学院啊 啊 那么这些职业学校设立了 主要为我在校生提供实习场所 并且是学校出资自办 学校负责经营管理啊 收入了也是归学校所有 那么这种企业 从事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 取得消费收入 可以免征税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主要是给孩子们提供个实习场所 对吗 然后人家毕业以后呢 啊 走到社会了 可以快速了啊 吸引这个幼龙单位的需要 但是为了怕出现漏洞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是排除项哈 农资助力不可以 因为一般的普通职业学校 根本搞不了农资助力 农资助力 其实从本质来说 是列为金融业的啊 还有广告服务 对吧 广告服务我们也排除 就怕出漏洞 对吧 还有中间的其他现代服务 这也不行啊 就怕呢 有人呢 拟贸换带子啊 或者说滥用相关的政策啊 所以其实我们在出台政策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我们的增管也是跟上去的 就是怕什么呢 就是怕这个政策啊 没有被那些真正要用的这个单位去使用 而是被某些人呢 偷粮换作 对吧 这个偷奸耍滑 对吧 就怕他们出现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税有局增管呢 其实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把这个呢排除掉 对吧 生活服务里面不含文化体育 不含其他生活服务 不含三拿和养疤 因为这些呢 也是怕出现漏洞 另外呢 像什么三拿呀 养疤呀 它的盈利水平比较高 对吧 所以如果给它免税呢 这个也不合适 对吧 好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学生勤工俭学 提供的这个服务 免赠增税 这个呢 要表现一下晚校 晚校每年都会提供大量的勤工俭学 实习机会啊 好 第四个 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 什么叫学历教育啊 中学 大学 研究生 就国家成人学历的 这种学历教育学校 提供的教育服务 免赠增税 比如说我们交的这个 高中的学费 对吧 大学的学费 研究生的学费 那些 我都是免赠增税的 好 但是请注意啊 学校以各种名义 收取的什么赞助费 诊校费 这个呢 是不免税的 因为这个来说说白了 他更带有点这个经营的思路在里面 对吧 而不是单纯的这个教育服务啊 第二个 有些境外教育机构 和境内从事学历教育的这种学校 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啊 这个比较多的体验在中学和大学啊 包括你的孩子以后选专业的时候 对吧 他就告诉你这是中外合作办学的 对吧 中外合作办学一般是什么呢 比如说大学里面 他一般是这样啊 就是二加二的模式 什么二加二呢 就两年在国内 两年在国外 对吧 当然学费了 要比普通学生要更贵一些啊 因为去年我们家有个孩子 对吧 就我们家家族的一个孩子 他选了一个中外合作的 对吧 好像学费是六万块钱一年 对吧 两年在国内 两年在国外 对吧 那么这种合作办学提供的学历教育呢 也是免税的啊 因为从本子来说 他也是学历教育 对吧 而且国家呢 也支持啊 就是两年在国内 两年在国外 对吧 这样培养这种具有复合心啊 这种专业技能的一个人才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也是免税的啊 OK 好 第五个 政府举办了 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 注意不含下属单位啊 因为怕出现漏洞 所以你但凡看见他什么不含啊 排他性啊 就是怕出现漏洞啊 好 他们举行 这种进修班 培训班 取得的全部收入 如果归学校所有的免征税啊 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清华北大 对吧 但是是正规的啊 正规的 我们晚上以前也合作了 对吧 非常正规 对吧 考试也很正规 对吧 甚至有时住都住在学校里面 对吧 然后最后你们进行完以后呢 清华北大会盖个站给你 对吧 但是这是个培训证书 对吧 那么这个来说就免征税的啊 但是请注意 全部收入要进入到公司的统一账户 就是归学校的常务处管啊 并且纳入到预算 全额上交给财政专户啊 然后学校呢 对有关票据进行统一管理和开局 所以这个时候你 其实你正规的啊 你正规的到清华北大进行进修的 这个进修班 其实开的都是我们清华北大的 我们常务处干了沾的啊 就那个产账票据啊 是这个 如果说给你的是税务发票呢 不是太正规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在清华北大散啊 但是不是很正规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清华北大是有两种啊 一种是我们清华北大亲自搞的 进修班培训班啊 还有一种呢 是社会中介机构 对吧 相当也是跟清华北大合作 但是这个时候它是一种合作 那么这时候他就开始开的是税务发票 他的税务发票是不免税的 对吧 但是清华北大开自己的这种票据 那它是免税的啊 好 第六个 呃 纪念馆 博物馆 文化馆 文物保护单位啊 呃 美术馆 展览馆 书画院 图书馆 在自己的场所 对啊 自己的场所提供文化提福 一般来说是展览我的这个书画作品啊 书画呀 对吧 是这些东西啊 然后是第一道门票免征税啊 为什么强调第一道门票呢 这个呢 有的时候 你到一些这个 博物馆 对吧 比如说故宫 你发现没有 故宫 你手下买了个大门票 买了大门票以后 他在里面 找几间屋子 对吧 呃 美其名曰 对吧 呃 地丸取基石 对吗 单独收费 呃 或者地后取基石 对吗 甚至来说还有太监取基石 那这些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对吗 但还是有些同学会去看 对吗 那么像这种什么地丸啊 地后啊 呃 太监住的地方啊 他们就说第二道 第三道门票 啊 那个他是不免的 对吧 但是你进故宫的第一道大门票 那是免税的啊 这点请要注意一下 好 第七个 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免征税啊 这解决同学们的这个 呃 这个医疗的问题 对吧 因为医疗的问题啊 客观上也是 大家感觉压力很大 对吧 所以其实我说过了 每一个免税背后都是有故事的啊 就是国家体量的老百姓 对吧 负担很重 对吧 我从税收角度我把它减掉 对吧 减掉以后你的负担就轻了呀 对啊 还是那句话 比如说这个药品 药品如果这个医疗服务 对吧 相应的这个收取费用 如果不不免税 二到十三年征税 可以吗 一万块钱 二到十三征税 你要交一万一千三 如果免税呢 只要交一万块钱 对吧 自然就省了一千三百块钱的这个费用啊 对吧 所以他是其中是考虑到这个啊 好 为了鼓励大家搞技术啊 技术转乱 技术开发 以及跟他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征税啊 这个其实是鼓励技术的公司 对吧 我们已经是制造业大国 但是我们不是强国啊 大国到强国的中间差什么东西 差的就是技术 有技术就是强国 没有技术就是大国 对吧 有技术就可以有附加值 没有技术就收点加工费 对吧 所以国家呢 是很注重这个东西啊 那怎么体现是跟他相关的呢 就是你的咨询和服务的款项 要跟那个技术转乱和开发的款项 要开在同一张发票啊 我们这个以这个来判断啊 这请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 第九个 符合规定的合同乐园管理项目 也是免征税的 啊 合同乐园管理项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晚上哈 我们晚上呢 目前正常消耗电呢 比如说每天消耗1000度啊 但是这个1000度呢 客观上只是正常消耗 就是没有做统一的规划和管理 对吧 那么现在有家公司 各马上签个合同 对吧 同样啊 提供啊 相应的这个 你们的这个各种需求 我可以把每天1000度的消耗电 给你降到700度 你就每天给你省300度的电 对吧 那么300度乘以365天呢 那就一年大概可以省到10万度电 对吧 那么省了10万度电以后呢 从省的电里面呢 我们要收取一点费用啊 这个呢就叫合同乐园管理 对吧 那么这个合同乐园管理呢 可以管理各种资源啊 比如说我们的电啊 对吧 还有各种什么液体的 这种资源的消耗啊 对吧 所以这个来说是对国家有利啊 所以对这种服务呢 我们免征税啊 那么鼓励大家去找这种 合同乐园管理公司 跟你一起合作啊 好 第十个呢 2021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30号啊 就是三年 免征图书的批发环节 和零顺环节征税啊 为什么免征他的批发零顺环节啊 哎解决老百姓的阅读问题 对吧 精神试炼 对吧 因为我们国家还是在构建一个就是学习型国家 对吧 那学习型国家呢 可以看电子的 也可以看纸质的 对吧 看图书 对吧 陈老师必须要学乡买书啊 反正有时没事就图书馆转转对吧 别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啊 好 2021年到2030年 10年时间 对卫生健康委委托的啊 委托的进口的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政治税 因为这个艾滋病呢也是一种绝症对吧 哎客观上他的医疗费用也很大啊 所以这个跟医疗又是有关系对吧 哎那么这10年给他免啊 减轻患者负担 2021年到2023年 对研发机构采购的国产设备 可以全额退还政治税啊 这个呢 其实可以跟前面那个免税呢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因为进口环节一些这个呃 10年用的东西可以免嘛 对吧 那我国内环节采购啊 国产的设备能不能免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给你免 我给你退 对吧 我先争争了以后跟你退 那退不就现在就免了吗 对吧 而且你购买国产设备 对吧 他的性能跟国外设备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他反而可以促进 我们国内的一个销售 对吧 所以他有个退税的这么一个 呃优惠在里面 对吧 就鼓励大家 你们在这个研发的时候呢 啊 用相同技术水平相同等级的国产设备 对吧 我给你退啊 致起这个作用 好 接下来是农业 农业是解决同学们的吃饭问题 对吧 呃 所以农业呢 是非常重视的 国家非常重视啊 农业是第一产业啊 中央一号文件 一般来说都是涉农的啊 这种文件 对吧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2023年 对吧 5月6月份 那个荷兰省啊 你看遇到了这个一些灾害 对吧 你看国家都是一律跟他开律等等 对吧 为什么这是农业啊 对吧 老百姓吃饭问题啊 对吧 所以你结合国家政策 你就明白 为什么给农业这么多优惠啊 包括农业的基根 对吧 就那个自动化的啊 排挂 病虫害的繁殖 植物的跑物 农牧保险 及相关的技术培训 加勤续勤 水送动物的配种 疾病繁殖 这个都是免税的 包括跟他有关系的 药品啊 医疗用具啊 都是免税的啊 为什么免税呢 给他免税了 农民的负担就轻了 农民的负担轻了 然后他卖东西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贵 对吧 他不会这么贵了 老百姓就有犯词啊 好 2020年开始 动物肿粮机构提供的 动物疾病预防 诊断治疗 还有绝育手术 属于家宿 肖勤 水送动物的配种和医疗 也是可以免税的 对吧 因为这个呢 我们考虑了一下 这个跟我们这个 家禽的这个 疾病反恐啊 也是性质是一样的啊 所以给他免税啊 好 第二个 耐水能采用转包 什么转包 就本来是我包到的 然后我转给你 对吧 出租 付换 对吧 就我这块地换给你 你那块地换给我 对吧 转烂或者入股的模式 将承包的土地 流转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 这个收入免增税 也就换句话说 国家啊 支持你们啊 通过转包 出租 付换 转烂入股模式 去优化这个土地承包 对吧 然后呢 它形成一片一片的 对吧 我们现在呢 这个农村里面啊 因为陈老师 有些家属也在农村啊 这个农村里面啊 如果不这样子搞的话呢 就是左一块右一块 对吧 你看 反正一个平平整整的土地 对吧 这个是沾山的 这个是李氏的 这是娃尔麻子的 对吧 非常不平整 对吧 就叫做你一块 我一块 对吧 所以这样呢 我们通过转包啊 出租包啊 复换啊 我可能把这一块 全部连成一片 我连成一片以后了 就是我的 对吧 你路股也行 转烂也行 复换也行 对吧 这一片全是我的 那么全是我的呢 我就更好机械化作业呀 因为机械化作业 就是需要这种翻翻整整的呀 对吧 所以你发现没有 我们真正的粮产在哪里啊 我们真正的粮产是在 东北山上 对吧 因为东北山上 这个土地比较平整啊 对吧 可以机械化作业 对吧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个南帆地区啊 这个土地就非常不平整了 左一块右一块 因为陈老师在南帆地区 对吧 所以我们就希望 你通过这种模式 把这个土地啊 给它平整一下 然后以后呢 方便于这个机械化作业啊 提高我们的这个产出 对吧 那老本 那这个农民呢 或者是从事农营生产的 这个能源呢 有一定的利润 对吧 是这个目的 好 接下来是金融方面的 这个免税 金融行业呢 万表很关心 其实他们的风险啊 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按照惯例啊 结合单纯营业税的惯例 我们对一些这个金融业务呢 给予了免税啊 第一个取得的国债利息收入 免税 第二个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利息 免税啊 为什么这个利息免税呢 你支持国家 国家就支持你 对吧 第二个呢 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 这个免税 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呢 更带有这个核关调控的概念 对吧 它不是原则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是更多的进行货币调控啊 对吧 整体核关调控啊 对吧 所以人民银行是带有行政之能的啊 但是请注意 几能是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啊 如果人民银行直接给土同企业贷款 那还是依反正确的啊 但是对金融机构贷款这是免税的 好 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分闭式的和开放式的 这两种都行 那么这个基金呢会是一个管理人 那么这个管理人运用基金去买卖股票 但在欠这个免税啊 这个其实就支持证券投资基金啊 或者这么说吧 我们更希望以后炒股票是通过B2B的描刺 炒股票 但现在呢 现在更多是B2C的模式炒股票 对吧 所以中国的股票是非常脆弱的啊 市值很大 但非常脆弱 稍微有一点点飞升草动呢 哎呀 整个市场啊 它就崩溃 对吧 为什么崩溃啊 对吧 所以好多炒股票的同学 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市场这么脆弱吗 哎呀 中国的股票市场全是一些大爷大妈们 对吧 你说他懂吗 又不太懂 说他不懂吗 又懂一点 对吧 各个都说自己有内蒙消息 对吧 一有风吹吵动 就就就抛股票 对吧 所以我们是想支持这个证券投资基金 由他们去炒 因为他们比较专业 对吧 那么他们去炒这个股票 债券了 对吧 以后我们的股票就比较稳定 是这个意思啊 好 第四个 个人从事金融三品转捞业务 可以免征税 请注意 这里的个人包括个底付和其他个人 请注意了 你在看征税的政策的时候 这个个人一定要看他的这个显示说明 如果他只是说了个人 那么这时候就一定是包含个底官付的 如果他说了个人不含个底官付 那么只能就其他个人 那么这条政策呢 是包括个底官付 也包括其他个人 好 第五个啊 第五个相对重要一点啊 这叫统计统款业务啊 呃 企业集团 或者说集团里的核心企业啊 以及这个集团里面的财务公司啊 随便啊 集团也行 核心企业也行 财务公司也行 对吧 他按照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 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 前面的呢 是向金融机构借款 后面呢是发行债券 比如说公司债啊 这两种模式都行 像银行借款也行 像发行公司债也行 对吧 你不高于他的利率水平 然后他向企业集团或者集团里下属单位 收取的利息啊 可以免征税啊 如果他是以集团名义来弄呢 就是集团拿到这个钱 拿到钱以后就分发到下面的下属单位去用 然后用到规定时间把本地利息收上来啊 然后中间呢 是不高于我对外支付的利息 对吧 也可以是核心企业基建 核心企业借了以后呢 哎 把这个钱借给企业集团啊 借给下属单位 对吧 也可以是企业集团或者核心企业借到钱以后 先把钱打给财务公司啊 因为财务公司是专门做资金运作的嘛 对吧 哎 然后财务公司呢再根据需要呢 打给集团啊 打给下属单位 然后财务公司呢 最后再把钱收上来 对吧 哎 那么企业集团核心企业呢 是非专业人士 财务公司呢是专业人士啊 所以他考虑到你的专业化的操作和非专业化的操作 对吧 几种模式都行啊 但是他的核心 同一同一团的核心 就是你不能高于对外支付的利率水平 比如说我们从银行借钱 我们的利率是4.25 那么这时候我们向下收呢 就是4.25 一分钱都不能赚 你如果赚了钱啊 就高于了你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 或者高于了你支付的这个票面的利率水平 这个都是全额征税啊 比如说你下面借是4.25 我向下收呢 我收4.50 对吧 那对不起了 这种模式就不能享受免税了 对吧 我我我借来的是4.25 我向下面收呢 也是4.25 那这个呢 这个就免税了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因为这个呢 其实是这种资金运作啊 这个有个高大上啊 叫做私库管理 这个这个方向啊 以后大家也会接触到啊 而且这个方向需求非常万胜啊 私库管理 私库管理 其实属于是管理会计的一个部分 对吧 它是管理会计加税法啊 那这个呢 大家以后考完试以后可以去研究一下啊 好 第六个 金融经过的同业晚来利息免征税 啊 所以同业晚来呢 主要包括第一 金融机构和人民银行之间的资金晚来 啊 这其实也是带有行政监管的职责 对吧 还有银行的联行晚来 啊 什么叫联行晚来 比如下面的分支机构跟上面的资金的晚来 以及上面跟下面的资金晚来 对吧 算一下的啊 因为我们的银行也是一样的 银行一般来说 总行 省级行 对吧 然后第四级的行还有县级行啊 有些地方呢 甚至来说乡镇也好会涉一些这个 我的银行 对吧 哎 那么这个我们在同一个银行 比如说都是中国银行 对吧 我们相互之间资金晚来啊 或者都是建设银行资金晚来啊 这个利息是免征税的啊 因为这属于我们内部的一个结算 对吧 好 金融机构资金的资金晚来啊 然后还包括同业存款 同业借款啊 同业其实就是我们金融机构资金 对吧 同业代付买断是买入这种反售金融商品啊 持有金融债券 同业存单 质押是买入反售金融产品 持有正式性金融债券 那么这些为什么基于免征税呢 首先当时征一页税的时候 我们就基于免税 第二个 这里面大多数呢 你能看见啊 这些产品啊 或者这些业务往来啊 更多的体现出是宏观的政策一些调控 对吧 或者说这个业务呢 我们在某段时间里面需要给予他的支持啊 所以给他免税 是这个意思啊 好 第七个 2017年12月1号到2023年12月37号 对金融机构向农户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个体官富 发贩小贷款取得利息免税 啊 这个呢 主要是支持这些小微企业 农副 他们的一个成长 对吧 因为他们非常小啊 而且他们的这个资信啊 啊 担保啊 都不是太好 对吧 但是我们要支持他 为什么支持他们啊 因为他们可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啊 对吧 比如说一个小型企业 可能他只有50人60人 但是50人60人的饭碗 就靠这个企业顺从啊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更多的是维持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 对吧 所以支持金融机构 向他们进行贷款啊 然后你这个贷款利息呢 给你免 对吧 所以他带有点政策引导性啊 在金融里面 他是带有政策引导性的 就是我鼓励你去做什么 或者说我不鼓励你做什么 鼓励你去做的 一般就减免 对吧 不鼓励你去做的 那就依法征税啊 好 类似的 18年1月1号到2023年3月31号 那是人为农富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各地万富借款 发行债券提供啊 融资担保取得的担保费收入 这是有差异的哈 前面呢 取得的是利息收入 就是通过本金乘以利息收入 但是你要真正办过贷款 除了你要支付利息 还要还要支付个担保费 对吧 那么这个担保费 也给他免税 为什么担保费给他免税呢 也是一样的 原理跟我们前面一样 支持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对吧 必须让他们活着 好 以及为上述农资担保提供的再担保 再担保是什么意思呢 再担保的意思是对这个担保来提供一个担保 这个不知道大家理解不解 比如说 A 你们是农资 对吧 小微企业 A给BCD提供担保 但我A本身的实力呢不是很够 对吧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小微企业 对吧 好 你这个大A 对吧 两个A 你给这个A提供担保 那这两个A给A提供担保呢 就叫做再担保 对吧 因为这个两个A的这个这个担保公司实力会更强一点 而且他只是给A担保 A呢 再跟这些小的去担保 就这样 所以这个再担保的这个收入呢 也免税 所以这样就支持A和这个两个A 去给这些农副小微企业提供担保 是这个目的 但是请注意 这个再担保合同 如果对应了多个原担保合同 那么这个是原担保合同 必须全部免税 这个再担保合同的收入才能免税 如果中间有一个不是免税的 那对不起 这个再担保合同呢 是依法征税的 为什么呢 怕出现漏洞 怕混水摸鱼 对吧 所以我们最好来说 实战工作里面 我们从事再担保的这种公司 我们最好啊 一对一的担保 对吧 就是你有个担保合同 我去做这个担保合同 一对一来精弹吧 我们不要把多个合同 合在一起 你否则就会出问题 好 接下来是针对土地不动产 给予的解决 那么这一块呢 比较多的是 你跟政府之间打仗的 第一个 土地所有者 出难土地收入圈 出难呢 是一级市场 因为我们国家土地 归国家所有 所以这就是国家 把土地收入圈出难给你 那么国家 他把这个东西出难给你 国家不会对国家赠税啊 对吧 谁这个出难环节 一级市场呢 这是免的 好 第二个 土地使用者 将土地使用权 归还给土地所有者 对吧 就国家把地收回去了 那么这两个环节 都是免税的 国家把地给你 你把地还回国家 这两个环节 都免赠税 类似的 县级以色列人民政府 或者自然资源行政组本部门 他出难 出难其实也是一级市场 对吧 转难 以及收回 自然资源使用权 不含土地 因为土地走前面的规则 对吧 这个也是免赠税的 他的原理呢 跟前面的原理是一样的 对吧 就国家给你这个自然使用 使用权 或者把自然使用权收回来 里面是一套资金码来 这个都是免赠税的 好 第三个 涉及到家庭财产分割 个人无产转乱不动产 土地顺权 免赠税 什么叫财产分割呀 通俗理解 比如说离婚了 对吧 或者继承这个财产 对吧 那这个免 对吧 因为都是自己家的了 对吧 本来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对吧 然后两夫妻一分 你这个还要赠他税 就不合适了 对吧 好 第四个 个人销售购买的住房 征税免税的规则 这个呢 主要是抑制炒房的一个政策 那么它分普通地区 和北上广深地区 普通地区 就是北上广深以外 别的地区 比如说天津河北 那么这些地方呢 以两年为标准 如果这个房子 买了不足两年对外卖的 那么这时候是全员征税 税率是5% 为什么5%呢 因为个人 一般来说 都算他小哥们来处理的 对吧 所以这里自己就用到55% 争你的征税 也就是说你最好两年内不要卖 你两年一卖了 就有征税的问题 对吧 那如果说你大于等于两年呢 好了 这个征税呢 就免了 所以这个政策 其实就是给他画了一条线 对吧 不要频繁的交易 对吧 你看啊 我们去年发现个案例 一套房子 在一年之内交易了 整整八次 对吧 为什么交易八次呢 后来发现啊 他这个里面 涉及到去这个取公积金的问题 对吧 详细环境我就不说了啊 所以后来就引起这个公安啊 税务啊 对吧 这个这个注意 后来发现是骗公积金 对吧 所以这种你很频繁的 肯定是有异产的 对吧 你这个房子至少应该保留两年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是北厂广山的 北厂广山也是骗的 首先画条线两年 不准两年的也是全额5% 画关键字啊 不要什么都去记 画关键字 那如果说两年以上呢 就大约等于两年呢 哎 我还要再区分一下 怎么区分 区分你是啊 普通住宅 还是非普通住宅 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呢 这个在实战工作里面啊 啊 这个 反坦主管部门 对吧 或者单地的建委会画个标准 比如说我们北京 我们北京呢 这个非普通住宅怎么画呢 啊 我们的非普通住宅画的标准是在啊 面积 不能超过144平米 总报价不能超过460万 啊 就我们当时画的这个普通住宅标准 面积不超过144 总价不超过460 啊 继续定为普通住宅 啊 你面积超过了 总价超过了 就是非普通住宅 对吧 对吧 非普通住宅去交易啊 这个呢 我们就征税 那这个征税呢 可以差额 对吧 我们两年以内的是全额啊 超过两年了啊 非普通住宅是全额 如果普通住宅呢 免啊 所以他规则是这个规则啊 所以你把这几个关键字圈起呢 基本上这个政策就很好理解 对吧 这个呢 主要是抑制北上广深地区啊 去炒房子 对吧 啊 因为现在房价最贵的其实就北上广深 对吧 好 接下来是其他的征税减免优惠啊 第一个呢 是检决部队的这个随军家属 还有军队的转业干部啊 这个我们要点个赞啊 我们其实晚上有很多学员是军队转业干部 对吧 包括转移到税务局啊 然后再学我们的税务词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政策是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你开个个体干部啊 从这个体经营 那么这时候呢 自己把优惠呢 到落到你这个个人生产 对吧 从办理税务登基证 这是起三年内 你的运税服务呢 免增值税 啊 所以这个呢 这一条其实就鼓励大家自己去创业 对吧 哎 自己干自己 不要就是 不要一天到晚等到国家来给你分配 对吧 因为国家分配资源是有限的 对吧 哎 好 这是个体经营 那老师个体经营太小了 对吧 一个小木桌 看风险能力差 我们想搞个企业 也行 你这样 你们几个呢 聚在一起 你们开个企业吧 新开办的企业 如果是安排绥金家属呢 啊 这个一般来说是搞后勤服务比较多 对吧 哎 绥金家属 占这家企业总能数 啊 大于等于60% 从领取税务登基证之前 那么这家企业提供的服务 三年内免增税 啊 类似的 你们这些退育的这种军官 对吧 转业干部 你们自己合在一起开个企业 如果安置这种军队转业干部 在能数 60%以上 从领取税务登基证之前 三年内免增税 啊 给你的应血服务 免增税 啊 所以其实这个政策呢 就鼓励你 啊 如果有能力 你就搞个个底官复 如果你们要抱团呢 你们搞个企业 对吧 搞企业呢 你这个随经家属 或者军队转业干部 就要达到企业 60%以上 好 第二个 从19年1月1号 到2025年12月13日号 对一下时间啊 对于单位或者个底官复 将自产的委托加工的购买的货物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县级及以下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 或者支柱机构 或者直接无产捐赠给目标脱贫地区 啊 给单位也行 给个人也行 那么都是可以免增增税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货物无产捐赠呢 是要依法私通销售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给个通知政策 对吧 免他的增税 为什么免增税呢 因为他 响应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布局 对吧 目标脱贫 就至少让这些老百姓有犯词 对吧 那么在政策执行期间呢 如果这些目标多性区 实际上脱贫了呢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算数政策 为什么 脱贫是什么意思 脱贫简单 你想想说 就是越国老84分这条线 就像考试一样84分 对吧 但是程老师不跟你说了吗 我们得努力 努力怎么样 努力考到95分到105分 对吧 为什么要巩固一下 对吧 否则 否则你的水平就是84分左右 万一你遇到一个比较严格的老师 对吧 多扣一分 那不就完蛋了吗 对吧 谁要打出一点富裕来 对吧 所以这个脱贫也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把它拉到脱贫 拉过来了就完善了 就不管了 对吧 因为很可能你拉过来以后 你不管它 它又会返平 对吧 所以它脱贫了以后 在这个时间里面 它仍然可以享受 相应的免征税的优惠 就为了巩固一下脱贫成果 好 从2020年1月1号到2022年12月31号 注意 这个时间点是一年的 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免征税 公共交通我们前面解读过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固定的搬车 我们公共的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 对吧 他们免征税 因为公共交通服务 科幻说在这次疫情当中是冲击比较大 对吧 而且公共交通很多时候政府都要给它补贫 对吧 所以我们通过给它免征税的模式 减轻向他负担 好 第四个 从2022年1月1号 对法律援助人员按照法律援助法有关规定 获得到法律援助补贴免征税 这个也是我们教权今天有更新的 因为这个法律援助 科幻说是国家给予的 国家给予的 所以这个我们给它免税 也是减轻国家自己负担 啊 得到特别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